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白经》追寻复仇的疯狂 人与自然的较量与哲思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福尔摩斯 侦探与推理的巅峰 智商与幽默的完美结合 福尔摩斯 这位由阿瑟 柯南 道尔创造的传奇侦探 简直是推理小说的超人 不仅智商报表 还时常展现出令人捧腹的幽默感 想象一下一个在伦敦物矮中游走的侦探 手握放大镜 脑中却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和对生活的独特幽默 首先 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 简直是神乎奇迹 他能从一根烟蒂 一片斜印 甚至是一个人微微的皱眉中 推断出无数信息 比如 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 他通过观察一只狗的行为 推测出背后隐藏的阴谋 要是我能像他那样 仅凭一杯咖啡的残渣 就能推断出咖啡豆的产地 那我可能就不需要再喝咖啡提神了 而福尔摩斯的幽默感 则是他魅力的另一面 他常常用机智的言辞 来调侃他的朋友华生医生 比如 在四千名中 福尔摩斯对华生说 你知道吗 华生推理就像一场游戏 关键在于 谁能先找到正确的线索 而不是谁能先找到正确的答案 这句话不仅展示了 他的聪明才智 也让人忍俊不禁 再说说福尔摩斯的生活习惯 他的药物实验 可谓是让人哭笑不得 福尔摩斯有时会为了寻找灵感 而西石可凯因 虽然这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妥 但在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 这种行为似乎是艺术家的一种追求 想象一下 福尔摩斯在实验室里 边吸毒边思考 如果我把这个化学反应 和那只狗的叫声结合起来 会不会得出一个新的推理 这简直是科学与幽默的完美结合 总之 福尔摩斯不仅是推理的巅峰 更是智商与幽默的完美结合 他的故事 不仅让我们领略到推理的魅力 也让我们在思考的同时 忍不住会心一笑 毕竟 生活中总是需要一点幽默来调剂 而福尔摩斯 正是那位能让我们在严肃的推理中 找到乐趣的侦探大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简爱独立女性的奋斗史 爱情与自我的双重探索 简爱是夏洛蒂 伯朗特鱼 1847年发表的一部经典小说 讲述了一个孤儿女孩简爱的成长历程 以及她在爱情与自我认同之间的挣扎 作为一位教授 我总是喜欢用幽默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们 思考这些深刻的主题 首先 简爱这个角色 可以说是独立女性的先锋 她的故事就像是一场 自我发现的真人秀 只不过没有现代电视节目中的那些华丽的服装 和无休止的争吵 简从小就经历了许多磨难 像是被姨妈虐待 在寄宿学校遭受不公对待 但她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追求 可以说 她的生活就像是一部逆袭剧 每一次的挫折都让她更加坚定 在爱情方面 简与罗切斯特的关系是小说的核心 两人之间的爱情并不是那种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一起过上幸福生活的简单 模式 相反 简在追求爱情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探索自我 她不愿意成为罗切斯特的附属品 而是希望在爱情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可以想象 如果简爱生活在现代 她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状态 爱情是美好的 但我更爱我自己 有趣的是 简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许多女性被期望成为贤妻良母 而简却选择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她的独立精神 让人想起了现代女性的奋斗 仿佛在告诉我们 别担心 爱情会来找你的 但首先 你得找到自己 最后简爱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爱情的 它更是关于自我认同和独立的探索 她的经历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保持自我 追求独立 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的方向 就像简所说的 我不是鸟 也没有笼子 这句话 不仅是对爱情的宣言 更是对自我的坚定信念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在追求爱情时 不妨先问问自己 我是谁 我想要什么 毕竟爱情是美好的 但自我认同 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白经 追寻复仇的疯狂 人与自然的较量与哲思 白经 是赫尔曼 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于1851年发表的经典小说 讲述了补经传 皮夸德号极其 船长阿哈布 Captain Ahab 与一只巨大的白经 莫比 迪克 Moby Dick 之间的较量 这部作品 不仅是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探讨 也是对复仇 疯狂 和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 首先 阿哈布的复仇心态 是小说的核心 他对莫比 迪克的仇恨 源于鲸鱼在一次补经中 咬掉了他的腿 可以说 阿哈布是个 腿残心不残的 典型代表 他的复仇之路 不仅是对鲸鱼的追逐 更是对自己命运的反抗 阿哈布的疯狂追求 让人不禁想起 那些在生活中 执着于某种目标的人 哪怕这个目标看似荒谬 比如 有些人为了追求完美的咖啡 可能会在咖啡店里 待上几个小时 结果却发现自己喝的只是 普通的拿铁 其次 小说中人与自然的较量 是一个重要主题 阿哈布与莫比 迪克的斗争 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挑战 阿哈布试图通过 捕杀这支巨精 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意志 但最终却发现自己 不过是自然力量面前的 微不足道 正如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试图控制一切 却发现 有些事情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比如 试图在一场暴风雨中 坚持露营 结果只会被淋得像个落汤鸡 此外 梅尔维尔在书中 通过不同角色的视角 展现了对生命 死亡 和存在的思考 伊什梅尔 埃什梅尔 作为叙述者 既是参与者 也是观察者 他的哲学思考 让我们反思人类的 孤独与渺小 正如他所说 我们都是海洋中的一部分 这句话提醒我们 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 试图与自然对抗的结果 往往是自我毁灭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白经是一部 严肃的文学作品 但其中也不乏幽默的元素 比如小说中有一段描写 补经的细节 阿哈布的传员们 在补经时的种种搞笑场景 仿佛在告诉我们 生活中即使在追求伟大目标的过程中 也要保持一份幽默感 总之 白经不仅是一部 关于复仇与疯狂的小说 更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他提醒我们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不妨停下来 看看周围的世界 或许会发现更深层次的意义 就像阿哈布最终在海洋中消失一样 有时候 放下执念 才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文学导游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福尔摩斯的侦探智慧与幽默 简爱的独立与爱情 以及白经中人类与自然的较量 这可真是一场精彩的文学之旅 首先 福尔摩斯以其超凡的推理能力 和机智的幽默感 给我们带来了无数乐趣 它不仅是推理的巅峰 更是智慧与幽默的完美结合 接着我们看到了简爱的成长历程 他的独立精神和对自我的探索告诉我们 在爱情与自我之间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平衡点 最后 白经让我们思考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阿哈布的复仇之路提醒我们 执念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 在这些经典作品中 我们不仅能欣赏到故事的魅力 更能从中汲取人生的智慧和幽默感 生活就像一杯咖啡 苦涩中夹杂着甜美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品味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福尔摩斯的机制让你忍俊不禁 还是简爱的独立精神让你深有共鸣 或者你也在追寻阿哈布那种执着的疯狂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Six-Degrees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orld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Rippling in a twirl Sit back and watch it all Big and small they call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